據統計,全香港住戶自養貓貓數目 已經超過18萬隻 而這個數字每年都在增加 證明香港人真的越來越喜歡貓 而今集這位外貓之人 就將貓貓的討論度 再推上一個新高度 今集有我Kira、陳偉旋聲音導航 跟大家一起尋找喵喵的故事 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香港的貓 已經開始慢慢管治香港了 出不到另一種貓,繼續出 出到出到為止 香港是這樣的 真人富貴,厭人貧 看人甚麼就最開心 人們覺得你愛貓就不應該賺錢 但反過來,賺到你不愛貓的人賺錢? 這個金句王就是Anthony 他在2014年在社交平台開了一個 叫天下貓貓一樣貓的群組 之後火燭爆紅 令到香港甚至台灣的貓爐 上到去都會分享 不同貓貓的趣事和資訊 當時我們就看到 忌廉哥和萬寧貓 兩隻黃貓都很受歡迎 我家裡有些黃貓要出領養 都出不了 天下貓貓應該一樣貓 當時就開始,十多年前就說了這個slogan 所以就開個天下貓貓一樣貓 最主要我開這個群組的目的 都是出領養 因為多一個機會被人見到 我們就出多一點 即使到今時今日 我們最重要的目的都是出領養 這個page多了人認識之後 Followers 超過10萬 令Anthony 決心開一間寵物用品店 現在Office 除了暫托了幾十隻貓貓之外 裡面的員工還有很多是兼任貓義工 其實我們這裡有十多個同事 其實牠們每個都很自發地去處理貓 即是我們日常工作,餵貓、撿貓便 當然,其實我們這裡最大的工作 當然要收拾貨,送貨 我呢,很反對我們公司養貓 在我腦海裡,我希望我公司一隻貓都沒有 但奈何總有些貓是難以出領養 又或者有些同事肉罷不凌 所以我們長居在這裡的貓都有四、五隻 我不是吵貓癖的 我每天上班其中一個責任 都是會問同事 喂,這隻很久了,何時出貓 放了很久了 還有甚麼問題 幫忙儘快解決問題 幫牠們出貓 香港人算愛貓,而且越來越愛貓 所以某程度上,我覺得貓已經開始慢慢管治香港 開了十年這麼久 幫助了無數的貓貓 但無論如何都有一些出了很久都不能出的貓 甚至很不幸,到最後都是找不到家的貓 可以做的,就只有繼續做下去,盡力做 這裡是我們會計步 亦是我們的禪修室 為甚麼叫做禪修室,大家進去看看 因為我們的同事 大概每天吃完飯 有部份同事想休息一下都會來這裡 因為這裡是一些比較怕人的貓的集中地 而且這裡大部份的貓都需要特別照顧 所以其實這裡有很多長居貓 其實這個只是剛才回來的 有些義工朋友為了一段時間 他也很癡人 最好笑的就是,看他的樣子都很年輕 不如回來出領養吧 我們拿回來後,就是八歲大了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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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包水,這些是皮下水 用來釣進去,令他多一點水分 希望透過這些治療,可以令他的腎臟有甚麼好 在我身後的這個,就叫做Simon 他為甚麼叫做Simon 因為他在我們這裡差不多一年時間 一天到一刻都是方向臉 一直都是靈命臉,不喜歡看著人 我們叫做西面 最初的時候,西面不好聽 就叫他Simon 看到樓下有隻色役仔 那隻叫做范范 為甚麼叫范呢,就很好笑 有一天我們會問,有隻色役叫甚麼名字 有個同事就大聲說,叫范范 然後就叫范范 所以自此之後,下面那隻就叫范范 Simon 因為是一隻很害怕人 很攻擊性的貓 在最早期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同事用了一年時間 就像這樣,摸到不怕人 摸到這樣 有些人捨不得 所以同事說,可以養到他嗎 我們都會很尊重每一個同事 但這就是問責制 我們都會跟同事說 好,你養他吧 貓是你的 又怎樣在我這裡 這樣吧 他現在在這裡已經很多年了 已經在這裡五、六年了 差不多這樣 當初他離婚時很兇 沒有人願意摸他,就觸碰他 後來就開始純粹他 慢慢地摸他 後來也摸到的 他就開始乖,捲頭仔 然後發現他原來是英俊 所以就不太捨得 當初看到這位老闆 他的理念是很好的 對,這樣就覺得挺好的 今天來這裡做 除了Simon 還有有一種叫做珍珠奶茶 當時我接回來 我不知道他的鼻哥 原來是癌症 以為他整算了 後來帶了他去看醫生 醫生說他是那種很兇的腫瘤 就算做了手術 也可能只有兩年多的 幸好老闆支持 他說不怕做手術 Touch food現在都在我身上 都踏入第四年了 你問我內心是喜悅的 因為始終沒有人不喜歡貓B 但是內心亦都忐忌的 因為我肯定我們出到貓B 肯定我們出到鄰養 但是市場上就會少了幾個空間 去領養其他貓 這本是奶寶 就是記錄下這四個小朋友 每天的日誌 他每天喝了多少瓣奶 他又沒有滴頸 因為其實他們這麼小的嬰兒 他們倒室要用天然東西去倒室 所以每天都要滴 還有那些奶扇 因為他剛回來的時候 你們看見他這麼可愛 其實流鼻水傷風感 沒有咳嗽的 然後他們那些便便又爛疊疊 所以是要繼續用一些薪水 令到他健康一點 今天你看見他可愛健康 他的樣子絕對是得來不易的 這裏就記錄下了他這麼久以來的不來不易 貓必、病貓 我們都會有這樣的看法 去記錄下他的食藥狀況 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自己想做一個愛貓而有幫貓的生意 早期的時候也肯定是有些人 是很不喜歡我們這樣做的 無緣無故開Patreon做生意 那就不喜歡了 香港是這樣的 真人富貴、厭人貧 看人甚麼是最開心的 人們覺得你愛貓就不應該賺錢 但是反過來 難道你給不愛貓的人賺錢 我們用時間去證明我們是沒問題 第一,我們的價錢沒問題 服務沒問題 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愛心都沒問題 我們都是不停地去做跟貓有關的事情 包括了我們的同事 我們就請了很多貓義工來做同事 我們有餵街貓 我們有做領養 我們有舊貓 與此同時最大的範圍 我們都盡量去幫助一些独立貓義工 因為其實香港是有過百多二百個独立貓義工 每天在餵街貓 每天在救貓 但其實那些人是沒有人幫助他們的 所以其實我們其中一個目的 都是想幫助多些独立貓義工 我們除了一般的經濟上買東西買便宜的各樣之外 另外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好像我們早期為何我們開這個Patre 就是因為我們出不了貓 我們近期幸好我們有足夠空間 有一個活動中心在大圍那邊 現在我們會做很多的領養日 平均每個星期 我們正在推出幾十隻貓 去幫助義工去出領養 貓如輪轉這句話我經常都說 希望那些義工可以出領養出得快一點 這樣我們就可以救多些貓 除了辦公室 他們還有不同的門市 裡面還有不少等領養的貓貓照 但為何不見有貓店長 貓店長不是更容易吸引到人來領養嗎 當然我們有很多人 假設我們的門市部都是有貓店長 但始終我很害怕不見貓 我很害怕走貓 人來人往的話 我很害怕被人順受牽揚 所以我們普通門市是沒有貓店長的 希望各位擁有貓店長的真店長 麻煩你們小心一點 其實香港好像挺文明 但在貓寵物的福利來說也挺落後的 例如我們坐車就一定要叫車 又不能上巴士 一個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到 另外就是我們對殘害動物的人 我們又太溫柔了 我相信有很多事情我們可以改善 可以做好一點 我們要做好我們愛貓的部分 然後如果整個社會 整個政府的各樣 都對我們有更多的支援支持的話 我們就做得更加好 開一個群組的目的 是令到多些人分享貓 從而令到更多人喜歡貓 之後就會提升貓的福利 如果有一天就突然間政府在說一個 對貓有善的福利的時候 當越多人喜歡貓的時候 這種福利是越容易通過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思維都是這樣 正如Anthony所說 香港的環境可能對貓貓味最完善 但是有一群為貓貓勞心勞力的人 一手一腳 令貓貓的生活變得更加好 努力幫貓貓謀福祉 希望不久的將來 香港會成為一個對貓更加友善的城市 對貓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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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